對我說謊 你是騙我 你是在國會的質詢台上 在國會的殿堂公然對我說謊 你要不要對我道歉 我現在在這裡公開向委員道歉 所以本來說要談論他一個很重要因素 如果說他把它放出去 可是現在查沒有實證嘛 那後來就說他在國會講了很多次的謊話 所以今天兩個監委就提名了 馬老師你是認為說 一方面是法律問題嗎 一方面就是誠信 是不是要追究 我想陳聰明這位檢察總長站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他其實是中華民國的恥辱了 我必須要這樣說了 你想一個檢察總長 他的誠信受人懷疑 他是不是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是不是真正發生了問題 老實說呢 不只是一般民眾懷疑 我想連監委都發生懷疑 所以今天你在這樣一個監察院 找不到證據用這樣一個抽象的法條 居然還能夠6比6打成平手 就表示連監察院裡面有很多人他覺得我其實不能用法律制裁你 我仍然要對你表示 不同意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陳聰明他的最好的一個選擇 是他個人引退 原因在於他坐在這個地方 如果他現在呢 使得整個司法體系的尊嚴 威信 受到傷害 那是全國人受傷害 所以站在一個歷史的高度而言呢 我覺得他應該有這個大勢大費 就是他現在不應該說你抓不到我犯法 你不能制裁我 你無可奈何我 他不應該這樣說 他應該是我站在檢察總長這個位置 比如說我假定今天站在總統這個位置 而我的誠信 我的這個這個形勢的作風 甚至我是不是有設法 都受到全國的懷疑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總統 他應該做的事情就是他自我贏 所以今天沒夠至少兩個 第一個剛剛我們很多來賓講到嘛 立法院的退黨機制這是一個嘛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監察院可以在第二次 就跟曠疫症那個狀況一樣 可是今天陳聰明天講啊 那你就要提早下台 你給我一個法律的理由啊 對 所以我剛剛就講說 第二次當然是不是說不行啦 你只要這個提案的委員 再次對於這個結果表達意義 然後呢就可以再召集 另外的九個人以上的人 來進行第二次會議 那如果像晃立正上次的例子 就是第一次不成立 第二次成立了 那就進行彈劾了 這是最後final的 這代表整個監察彈劾的體制 它有一個審證的部分啦 那如果說第二次 一樣跟第一次一樣 你就拿不出個具體證據來 那我坦白講 我覺得第二次的投票也是白搭 但如果說你在這 可是6比6很近啊 很近 對 那如果說 你可以賭一賭啦 我就可以賭一賭啦 再賭一賭之後呢 我覺得同樣的 你法律理由 可能假如你過了 有另外一方人就說 那你法律理由薄弱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當然追根究底來談 我就已經談了快要一年多了 就是陳出民自己 然後真的可以自我了斷最好 但沒有辦法的話 我真的很想跟這個 陳出民檢察中央說一句話 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法律的理由 我給你一個道德的理由 夠不夠 今天講到總統 不需要道德的理由嗎 所以我覺得面對這樣的東西 我實在很難去告訴 全國的觀眾朋友說 我們無能為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向來台灣發生的政治問題 沒有一個單一因素的 都是一些環環相扣 不可能說一個人 他必須負起所有的責任 這一定是所有的 甚至包括朝野的這些政治人們 各自在盤算 各自有各自的利益 各自推脫 所以也成這樣一個結果嘛 當初如果不是那些人 通過了陳出民 會這樣子嗎 給你謝文定你不要 給你黃世民陳出民不要 到最後給了一個陳出民 事情不是這樣的發生了嗎 那現在你跟我們說 兩手一攤沒有辦法 我實在很難說得出口 但是眼前看起來 我真的不曉得有什麼別的方法啦 我是認為立法院或許可以一試 剛剛問題是 剛剛沈醫師認為說 這可能會對於 憲政體制有所影響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真的不曉得 今天陳出民天大地大 全台灣的人都拿他沒辦法 我無法想像 我也無法理解 有時候不要針對 完全單純是一個陳出民 那以後還有檢察總長嘛對不對 如果發生一些 因為一些人對他有爭議的事 那怎麼解決啊 要有一個機制性的東西出來啊 我已經說過 這是一個四年來不斷爭論性的議題 今天只是戰告段落 這個段落 6比6也不會結束的 會繼續爭論下去 第一點是這位總長 陳總長的確是非常爭論性的人物 的確他的作為 我表態 他一點都不讓人家尊敬 也不讓人家害怕嘛 你看對邱毅在國會道歉 那人看不見了 講到別人看不見了 這個部電委員 他盡他的責任 我覺得他做是對的 監察委員就應該做 不管你的證據是 道德的或法律的 做了 那交互嘛 自己要不要再提出 我沒有意見 這是監察委員自己拿捏 但是我來講這個後果 傷害到兩件事 對特徵組 對整個檢查系統的公信力 是傷害的 想想看 今天是參謀總長 如果在國會 對著某位立委 說對不起 這總長還能帶兵嗎 我請教 對他參謀本部的那些中將 少將 人們帶兵 我請教就好了 第二點是 這個問題 最後 台灣很特殊的政治生態 會傷到馬英九嗎 這概括承受就如此 那你說不管有沒有道理 政治本來就很情緒的嘛 這結果 那這個結果下去 是不是公允 我不做評論 但是很顯然的 並沒有因為今天6比6的結束 不管監察委員再提出的 這個傷害性是非常大的 我對陳松明的進退 我覺得那是他自己的事 我想 哪怕他太太也不能影響他的 是他的作為 但是我們在盤觀者看 很顯然 今天的最後結果是對我們的 檢查總長這個機制 這個權位是非常大的傷害 包括也影響到馬英九 沈律師 實際上大家談這個議題已經談很久了 今天才是第一次把他搬上檯面來吧 那他還有一個機制就是 必要的話他可以第二次提案啊 提案以後另外再來 9到13個人出席 而且跟第一次6比6這12個人 完全不一樣 所以看起來PK套在 隨時會再產生啊 沒有錯啦 但是今天這個整個過程跟結果 其實傷 某種程度也傷了監察院的威信 那我先來講6比6啦 剛剛馬老師講說 起碼有6個人 有一半的人看不下去了 所以投贊成票 這個就是洋人所講的 半杯滿半杯空 那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 也有一半6個人 他們非常對這個彈劾權的使用 非常的嚴謹 就是說你這兩個委員 所提出來的理由啊 不足以讓我這個彈劾權 投下贊成票 我覺得我們看一個事情 是要應該這樣看 我也跟你們的看法一樣啊 我覺得陳聰明檢察總長 在那邊扑著一個頭 然後說一聲一聲一聲 道歉 真的丟進全國人民的臉 但是呢你用道德 去要他非他下來不可的話 他自有材料嘛 他願意讓人屁股 讓人媽媽 他後來在歷史上留下來的 他自己負責 但是你不能說 我要用道德讓你下來 這是他自己的材料 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是憲法層次 你知道嗎 因為總統提名 立法院同意過的 要找出一個下台階 一個退場氣勢 是非常不容易啦 那我最後再講一句 今天我們牽涉道德 就是說謊 你看他那個唐赫文裡頭啊 他有沒有講說謊 他說說辭反覆 何必講得那麼文雅呢 有啦 說謊剛剛就道歉啊 不是啊 不是啊 何必講得那麼文雅呢 說辭反覆就是說謊 但是我期待我向你報告 在美國你可以罵一個人的媽媽 你不能說他說謊 你說他說謊 他咒死你 這麼嚴重啊 對 但是在台灣 你說他十次的說謊 無所謂 但請你不要罵他的媽媽 所以啦 文家 我們滿期待那個 陳總長幫我們建立一個典範出來 可是他現在沒辦法 他講的就是什麼 你有辦法 你拿法律來跟我講啊 請求他幫我們建立典範的不必 歐彌陀佛再聯絡 我覺得台灣社會在司法改革 這件事情上面 還是要靠老百姓的 自覺跟決心 而且要透過實際的投票行為 制裁開空投支票的政客 根本就是形成一種 貪腐的縱容的環境 讓這些檢察官在裡面 可以在灰色地帶游走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把 那個灰色地帶 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它清除掉 剛才藍軒講說 陳總長是怎麼出身的 他是當時整個台灣 這種政治權力糾葛之下 一個典型的政治妥協的一個產物 他終究 必須回去向政治做服務 向政治做低頭 這麼 這麼樣一個一個 一個可悲的一種 一種製造過程 我們為什麼要忍耐 我知道 它的確有憲法上 爭議的層次 可是不能因為 憲法有爭議 它就妨礙我們的正義吧 有爭議 但是不能因為有爭議 就讓我們的正義 要打折吧 這個國家的存在 憲法的存在 難道不是要讓 我們老百姓的正義 得以在法律的保障之下 一天一天的進步嗎 我是法律的外行人 我只懇求說 懂法律的馬總統 伸張正義 必避免爭議更重要 好 七海 我再補充一句 是的 我再補充一句 我跟你講 起碼有三個委員 國民黨委員提了案子 就是說要有退場機制 包括我們的蔡政委員委員 但是今天為什麼停滯不前 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我認為國民黨團 要負責任的 向全國人民解釋 為什麼不能動 要不然呢 他給我們大家一個假象 那給我們一個假象 你連累了 把你連累了國民黨團的聲譽 也連累了馬英九總統 我覺得一個 四分之三席次的國民黨團 可以這樣做嗎 我跟你講 我建議 明天請蔡政委委來 好 那就向大家解釋 好 早先把蔡政委找來 問一下為什麼那個案子 退場機制的進度 是停緩的 第二個 會不會有第二次的提案 我們就拭目以待 另外一個重要的案子 行政委員已經核定了 今年金公交1.5 可是已經有在討論了 阿扁在北手 他什麼領領中獎金領多少 37.5 那民進黨立法人都看不下去 我們討論一下 慢慢回來